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衍生工具 丑资方式就是认股权证 什么叫认股权证呢 我们书上也给了有关 它的概念的表述 它指的是 由上市公司发行的一个证明文件 那么持有人是有权 在一定时期内以约定价格 然后认购该公司发行的 一定数量的股票 其实大家看这个概念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什么呀 期权 也是针对未来的一段时间 是吧 也是一个预期的选择权 因为它是有权利 就不是说我一定要按照这个价格买 你有权按照这个价格买 你也可以不行使 所以其实认购权 就是认股权证 它也是一个期权 而且呢是一个买权 对吧 买资产的权利 那么对于期权都要预先约定好 这个行使权利的价格 这个约定价格就是我们将来 会讲期权的话 我们会讲这个行权价格 你看我们在前面谈 可转换债券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只要不特指 我们谈到可转换债券都是 不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对不对 那么可转债 它有一个转股价格 那个转股价格呢 实际上是可转债的 也是行权价格 就是将来你要行使这个 转换权的时候 股票的每股作价 就是那个转换价格 就是它是行使权利 那个约定好的价格 行权价格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对吧 那么谈到这个权证这块呢 我们书上也介绍了一下 按照这个权证 它这个所赋予我们这个 买或者卖的这个不同的权利呢 权证是可以分为 认购权证和认估权证 大家看 不是说它这个写错了啊 不是说把股票的股 给写成那个股民钓鱼的股 这个认估权证 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 赋予你按照约定好的价格 卖股票的权利 是一个卖权 而认购权证 就是我们要谈的认股权证了 是吧 就是我们一般谈的认股权证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呀 是赋予你的是买权 按照约定好的价格买资产 是吧 就是认购权证 是你看够吗 那我们可以买 而认估权证 这块指的是卖 就是按照约定好的价格 卖 卖这个资产 那既然是按照约定好的价格 卖资产 所以呢实际上也就是说 我们经常是买涨不买购 所以你可以要记的话 如果考试如果考你客观品 因为现在我们增加了期权合约的有关内容了 所以它就可以结合起来考你 买权就是看涨期权 那卖权呢就看跌期权 是不是啊 就是一个称谓 我们把买权称为是看涨期权 那那个卖呢就是看跌期权 所以认购权证 是一个看跌的权证 对吧 因为它赋予我的是卖资产的权利 而认购权证呢 是看涨权证 就是它赋予我的是买的权利 这个是和我们将来第六章 它考试的时候可以前后综合起来的一个考点 大家就先按照我的理解来记 买涨不买了 所以买涨看涨就是买权 看跌就是卖权了 是吧 这样来记一下 那我们在这一章里面讲的这个认股权证 它只是一个认购 就是赋予我的是买权 对吧 它允许我有权利按照约定好价格 认购公司股票一定收到的股票 所以它就是一个买权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认股权证呢 它的性质呢 首先也是 它是一个预期的选择权 对吧 这个和可转债一样 都是指的将来你有权利 是吧 那么 但是呢 不是说必须的 就是我是有选择权的 所以它就有期权的特性 是吧 但是呢 我们说它在没有行使权利之前啊 它并不是股票的 对吧 它只是一个期权 是一个认购普通股的预期的选择权 就给了你 赋予你一个权利 但你本身它并不是 就是股票 所以没有 没有权利去分享普通股的股利的 是不是 当然更加没有什么投票表决权这些啊 另外呢 我们说这个期权 它就认股权证啊 就是认股权也是一种投资工具 实际上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投资购买期权呢 实际上我们就是希望呢 比如说未来股票市价涨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认股权顾 约定好的认购价格比较低 就是约定好 我可以按照25块钱买股票 那现在股票市价已经涨到100块钱了 我还是按25块钱买股票 我需要钱转手一卖 我就可以获得股票的差价收益 所以它是一种 就是期权的投资工具吧 是吧 是一种内在价值的这个投资工具 是吧 所以这个 我们在第六章讲完以后 大家看这个特点可能更好理解一点 就是我们投资人为什么要投资认股权证呢 实际上它是投资买了一个期权 是吧 实际上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对于认股权 它的投资特点 那么对于发行公司啊 我们这个利用认股权证 来进行投资 在实物中 我们常见的这个认股权证投资呢 常见的是什么呢 就是债券附贷任股权证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啊 就是可分离交易可短债 所以大家看啊 我们如果是债券附贷任股权证 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如果你要是直接发债券 可能我们这个公司啊 比如它这个实力不是那么雄厚啊 什么的 我要直接发 我可能债券利率也定的高才行 但是我呢 又不想要那么高的利率 怎么办呢 你可以呢 附带一个认股权证 也就是说你如果买我的债券 我会送你这个权证 赋予你将来按照约定好的价格 买我股票的权利 那当然你也可以不买嘛 但是一旦要是市价高 你就可以买嘛 对不对 所以给它一个选择权 这样就可以吸引投资人 投资购买我们的这个低利率的债券 所以其实我们认股权证 它的这个就是作用啊 在实务中 我们经常都是配合的这个债券 就债券加认股权证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它主要作用是促进低利率债券发行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融资的 一个促进工具 而且呢 我们这个权证本身 我们说那因为它赋予你一个 按照预定好的价格来买股票 所以我们不仅是说 权证加债券我发行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笔资金 将来呢权证行权的时候 它是按照预定好的价格 来买我们的新发股票 我们又可以怎么样 来这个筹集到一部分股权资金 所以它会有二次融资这样作用 所以它是一个融资的促进工具 所以第一个特点 我们就理解来记忆它 那么第二个说呢 它可以改善上任公司的治理结构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我们这个认股权资 也是一个看涨期权 也就是说只有当什么呢 只有当股票的市价 高于我们约定好的 那个认购价格的时候 那我们投资人才会愿意选择行权 对吧 那么它才会行使那个认购的权利 就比如说我们约定好了 事先约定好 允许你按照每股25元 来买我们公司的新发的股票 那么等到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是吧 这个企业经营了一段时间以后 它市价涨了 比如说我们说涨得高一点 比如每股100块钱 那这样一来投资人就愿意行使这个认购权 我花25块钱买个股票 市值是100 我转手一脉 我就能赚75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市价高 我们才会行权 但是呢 如果要是市价低呢 对吧 我们说这样的话 我们会行权 但是我们说这个没准了 因为你要经营一段时间之后 是吧 也就是我们这个认购 就是认股权 它都是规定有一个 比如什么时候行权啊 什么的 是吧 会规定一个时间 那你过一段时间以后 到了我们可以行使这个权力的时候 如果这个公司经营不好 市价低了 比如说变成每股20元了 那投资人怎么样 那这个权赠就是废纸一张 因为我们拿着权赠 去买这个公司新发股票的 按每股25元 如果呢 我需要股票 我自己到市面上买 我只需要花20元 那那怎么办 我不行权 我不要了 对吧 所以市价要是小于认购价格 我们就不会行权的 投资人是不会行权的 所以对于认股权赠呢 它实际上是要 等于说是激励 我们投资人要努力的提升 公司的这个价值 这样才能够让权赠 持有人去行权 你这样才能够完成你的这个 我们说二次融资这样的计划 对吧 所以它是有利于激励 我们这个 就是经理人改善公司的 这个自立结构 提升股票的价值 是吧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推进上市公司的股权 激励的机制 是吧 就像我刚才谈的 你这个股票的市价 如果涨得越高 对于权赠的持有人 是越有利的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可以把它什么呢 我们可以给予这个管理者 和重要员工 给他们一个认股权赠 就像又给他一个期权 就是我付 给了你这个认股权赠 就允许你将来按照预定好价格 买我公司的股票 那对于我们管理者 和员工来说 那我就要想办法把市值提高 把市价涨得很高 那我这个行权我可以赚差价 是吧 所以它可以做一种激励手段 是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往的考题 我们首先看一道多选题 它说下列各项中属于 任股权赠筹资贺典有 A呢说 任股权是常见的员工激励工具 这我们刚才谈了 它实际上就是 相当于是给他一种 期权的一种激励 是吧 是融资的促进工具 其实在实物中 你就想我们经常用到的是 债券加任股权赠 它可以促进低利率的债券 能够成功的发行 而且呢 权赠 行权以后 还又可以带来 再次带来我们这个新的资金的流入 是吧 所以是融资促进工具 那我们再来看C 它说任股权赠是一种投资工具 这块呢 实际上 就是我们要严谨一点吧 就是说 因为他们呢 是筹资的特点 也就是我们对于 你要站的角度是什么 我们站在这个发行任股权赠这个公司来说 那我们利用任股权去投资 那它的这个特点 它并不是说是投资 这个 这种实际上是对投资人来说的 就是说我们对于权赠 是吧 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呢 那它 为什么要买这个权赠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针对投资人的一个权赠 对于投资人的特点 对吧 这是权赠 对于我们投资人的特点 它并不是发行公司 发行任股权赠的筹资特点 所以这个C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前面也讲了权赠的这个性质 那它性质只是权赠本身 对于投资人 你可以把它作为投资工具 那么作为我们筹资人来说呢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融资的促进工具 对吧 实际上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 但他问的是筹资特点 所以这C就不选了 改善上公司的自理结构 那么这个D呢 应该是正确的 所以应该选择是ABD 那我们再来看一道判断题 这是17年一道题 它说可转债是常用的员工激励工具 可以把管理者和员工的利益 与企业价值成长 已经合在一起 其实这个就是张冠礼贷了 我们说这个任股权赠 它是一种常见的员工激励工具 就是你可以把权赠 发给这个经理层啊 或者我们中央员工 然后来激励它 对吧 我们可转换债券的话 它实际上是 我们是 实际上是发行的是一种 不可分离交易的这个债券 是为了募集这个 相应的这个资金的 是吧 只不过是因为 直接发股票 股票的当时市价低 我们通过发 可转债 就是实际上取得了一种 以更高的价格 将来就是 就是 即使它都转换成股票 我们实际上 也是按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来发股票 是不是 所以 这个实际上就是 张冠礼贷了 它俩的作用 其实还是不太一样 对吧 可转债 主要的目的是 就是我们说 不可分离交易 可转债 主要目的是为了 以更高的这个 就算 或者筹资效率 更高一点 来筹集这个资金 那么 认股权赠 它可以做一种激励工具 那么下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 例四到二 那么这条例题说 某特种钢股份有限公司 是A股上市公司 2021年 是为了调整产品结构 公司准备分两阶段 投资建设 某特种钢生产线 来填补国内控卖 该项目的 第一期的计划投资额 是20亿元 然后第二期 是计划投资额18亿元 工资制定了发行 分离交易可转债 大家看 它这块特指的是 分离交易 也就是我们讲的 债券加任股权证 对不对 我们其实 就是一般说到可转债 如果不加钱罪 我们指的是 不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但是分离交易可转债 就是我们谈的 债券加任股权证 然后我们接着看 它这个题 它告诉我们说 金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是于 2021年的2月1号 按面值呢 发行了2000万张 每张面值100元的 分离交易的 可转换债券 合计呢 总共就是20亿元 那大家可以看 它是第一期就准备 投20亿元 所以它通过发这个 附带任股权证债券 首先它是筹集了 20亿元的资金 然后这期限是5年 票面利率是1% 如果要是单独 按面值发行 一般债券的话 那么票面率要定成6% 所以大家看 我们这个利率是非常低的 对吧 按年计息 同时呢 每张在线的认购人 获得了公司派发的 15份认股权证 权证的总量呢 因为它总共发行 2000万张嘛 那么一张是15份 那就是 就是我们2000万张 就是3亿了 是吧 就是3亿份权证了 然后呢 该认股权证的是 欧式认股权证 什么叫欧式啊 就是说它只能在指定的 到期日内行权 是吧 所以这块你觉得不明白 没关系啊 第六章会讲 那就是 这个权证 就是只能在指定 到期日行权 这个意思啊 他又告诉我 行权比例是2比1 那么就指的是 每两份权证 可以认购一股 这个A公司的这个股票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大家看 你一张债券 派发的权证 是15份权证 但是呢 我们要想买 一股股票啊 你得两份权证 才能够认购 这个一股股票 相当于你要一张债券 所付的这个权证的话 实际上是 值得买7.5股 是吧 那么2000万张 你就7.5乘以2000 或者我们直接拿这个 3万份 是吧 3万份的话 你这个除以2 那么就是1500 1.5亿 应该是1.5亿 这个股票 是吧 要告诉我 权证的存续期 是24个月 行权期 那是任股权证 存续期 最后五个交易日 是吧 因为欧式权 它是要约定好的 就只能在这特定时期内 行权 所以假定 债券和任股权证 发行当日就能够上市 公司呢 2021年末的 A股的总的股数 是20亿股 当年没有增资扩股 是吧 就没有新增发的股票 然后当年实现的净利润 是9亿元 假定公司呢 2022年的上半年呢 实现的基本的 每股收益是0.3 其实这块 也是要预先用到了 我们第十章的 就是 每股收益 这个指标 是吧 所以基本 每股收益 实际上就是我们才能把 那个 通过来讲简单 就是每股的收益嘛 就把你的这个净利润 如果有优先股利 还要减优先股利 我们这里边没有 那就我们先简单一点啊 净利润除以股数 不就是每股的净利润嘛 对不对 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2022年上半年的 基本每股收益是0.3元 然后上半年的股价呢 一直是维持在每股10元左右 预计的任股权证 就是行权的 截止前期的每分的权证价格呢 是1.5 公司的市盈率是维持在20倍左右 可分离交易 可转债 也就是我们的债券附带任股权证 权证本身它是有价值的 对吧 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流通 而且你这个权证的行权 不影响我们债券到期 你就是说对于投资人来说 那我们权证行权了 然后我这个债券呢 我还可以拿利息 到期拿本金的 是不是 那我们可以来补充一个要求 我们先看第一问 当你计算公司发行 分离交易可转的债券 相对于一般公司债券 于2021年 节约的利息支出 那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债券呢 是2021年2月1号 发行了这个债券 是吧 总共发行了就是 2000万张 但是每张面值是100 那相当于是20亿的 对吧 就是我的面值总共是20亿的 呃 票面利率是1% 但是一般这张利率是6% 但由于大家注意 它问的是2021年 能够接约多少利息 你是2月1号发行的 所以我能接约到2021年 是接约11个月的利息 对吧 所以我接约的利息 那就是用我们这个 总共的 是20个亿 面值是20个亿 对吧 就是20万万元 对不对 然后因为它是按面值发行的 就是评价发行的啊 就是20个亿 然后利息率1% 那这个是6% 所以我可以接约多少 接约5%的利息率 对不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问的是2021年 呃 我们总共只有11个月 所以乘上11个月 这样可以得到你 接约的利息支出 对吧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让你计算2021年的 基本美股收益 啊 那我们就用它的 净利润除以股数 是吧 具体怎么算 基本美股收益 我们在第十章会讲 就是说有些特殊的情况 我们增减变动一大堆的 那就要考虑加权平均啊 什么的 那这块呢 因为它是没有 这个年内的变动 我们2021年末的股数 是20亿股 净利润是9亿 每股收益 就是通常讲 就是每股的 这个利润 是吧 那你就是9除以20 不就完了吗 所以这个也很简单 啊 这样可以得到我的 每股收益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问啊 他说你计算公司 为了实现第二次融资 股价至少应该达到的水平 呃 其实大家看一下 我们所谓二次融资呢 就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认股权证的行权 那么对于权证的行权 我们是希望它的股票的市价 应该超过你的认购价格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约定好了 大家看 它是允许我们 按照每股12元 来认购我们新发的股票 如果股票的市价高于12元 那么我们权证持有人就愿意去 拿这个认股权证去行权 对吧 就比如现在市价 已经涨到20块钱一股了 但是我拿的权证买 我只需要花12块钱 我买了以后 我需要钱 我转手卖 我只能赚8块钱 所以其实对于看涨期权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可转债 还有我们这个认股权证 如果你要想希望 这个投资人 就是行使这种权力 因为他是看涨期权 我们是希望他的市价要高的 只有当这个市价 超过了 他这个约定好的那个行权价格 等于说我们说 对于买权来说 也就是我们将来也要 还进一步讲的 因为他是看涨权 只有当市价涨 市价超过的行权价格 那我们投资人才会行权的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你说我的市价 零借点是什么 你最起码得达到12元吧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说 应该达到水平的 应该是超过12元 对不对 我们说只有超过了12元 那么投资人才会 愿意行权 那么如果你至少呢 那就是零借点12元 然后他又告诉我 假设公司的市盈率 维持在20倍 大家看这个市盈率 这指标呢 是我们将来第10章会讲的 也是我们先用一下 因为考试它也是个中文 但是我们教材 它是把这个题放在前面了 市盈率是什么呢 是每股市价 除以每股收益 这个指标 我们在第10章会专门讲 现在我们先用一下 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指标 叫市价是收益的多少倍 就是市盈率 那么现在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如果我希望达到实现二次融资 也就是我们希望任股权证的持有人去行权 按照预定好价格买我的股票 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二次融资计划是希望能够募集18个亿 由于我们这个权证的总量的是 大家看是三万 就是相当于三亿份 三亿份呢 因为每分 就每两份这个权证可以买一股股票 相当于如果它认购股票的话 会使我们 如果都认购的话 会新增1.5亿股 因为每股的认购价格是12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就18亿啊 对不对 就是说如果要是行权的话 他们都行权的话 全市都愿意行权 那就会给我带来18亿的 这个二次融资的资金 所以我们要想希望它行权 那我的股票价格应该越高越好 但是股票价格再高 对于我们发行公司的人来说 我们给人家股票 只能按照约定好的 那个有关我们的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价格12元 来取得这个资金的 对吧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假定公司市盈率维持在20倍 那我们市盈率是 每股市价出益 每股收益 现在告你是维持在20倍 然后问一下你 2022年基本收益应该达到多少 我们也知道市价至少要达到12元 然后问你每股收益 那就减方省位 所以每股收益就是12除以20 对吧 所以这样可以得到我的每股收益 我们就拿12除以20就可以了 对吧 这是谈第三问 那我们再来看第四问 他要你减速公司发行 分离交易可转债的主要目标 以及风险 实际上他这个题里面已经谈到了 就是公司他的目的 是希望什么呀 就是 就是 筹集到我们这个项目所需要资金 这项目呢 第一期是需要20亿 第二期需要18亿 那我们通过这个发 这个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初始已经募集到20亿 那我们这个第二期的投资 这个18亿 那就是靠什么呀 这个权政的 就是他这个持有人的行权 所以其实我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 实现这个我们的二次融资的目的 是吧 这样可以能够满足我们投资的需要 但他的风险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认股权政的行权 他是要求股票市价 必须超过认购价格 权政持有人才会行权 所以就有可能 一旦你的股票市价下跌 那么你这个 确认持有人不行权 那么我们这个二次融资 就会失败了 那么为了实现 二次融资的目标 问你采取哪一种策略呢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 最终就是要提升股票价格 对吧 改善基金管理啊 他们之类的提升股价 所以这是因为 我们书上的写了一堆文字 我们就给他 补了一些要求 是吧 这是我们谈了 有关书上的例题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以往的考题 这个很久以前 曾经考过一个计算题 但你看这题都很简单的 他告诉我说 B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 09年年末 公司的总的股份是10亿股 当年实现的净利润是4亿元 然后公司呢 计划要投资一条新的生产线 总的投资额呢 是8亿元 那么经过论证呢 这个项目是具有可行性的 所以为了筹集这个资金呢 财务部定了两个方案 共董事会选择 方案一就是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8亿元 每张的面值100 规定的转换价格是每股10元 所以我们转换的股数呢 就是面值除以转换价格 就是10股 是吧 一张可以转换10股的 然后再看一下说 这份期限的是5年 年利率2.5% 可转换日呢 就是该可转在发行结售之日 也就是2010年的1月25日起 满一年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2011年的1月25日 这是第一个方案 就是发可转债 那么第二个方案 就发一般债券 就是8亿元面值100 期限5年 利息率5.5% 那我们就看他要求 首先看第一问 让你计算 该可转在发行结售之日起 到可转换日 那你看我们 结售的日期是哪一天 1月25号 到我们这个 就是有关他的 第一个交易日 是吧 到可转换日 是吧 因为他已经给了你 就是我们的可转换日 就指的是 相当于是从 可转在发行结售日的 这个满一年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是吧 那就是 相当于就是说 我们这个从发行 这是发行日 那我们这个可转换日呢 是2011年1月25号 实际上就是一年 这样一看他的 就是 我们这个 相当于是不可转换期吧 相当于我们的 不可转换期是吧 一年 对吧 这要提的就是说 我们对于 可转换债券的话呢 通常我们也要定一个 什么时候可以进入到 可转换期 因为按照我们国家 有关法规的规定 它是最少 就是你六个月以后 你才能够进入 对吧 等于说前六个月 你是不能转换的 那么具体怎么样 你看这家公司规定是 等于说 他给我们看就是 第一年是不可转换期 所以不可转换期有一年了 对吧 所以我们得看懂他提 想说什么 然后他这个提问呢 就是说 我们从发行债券 到可以转换 这段时间 就这段时间呢 实际上是 在可转换日 指的是从这一天以后 是可以转换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段时间上 就是不可转换期 这段时间 他能够节约 多少利息啊 那我们节约的利息 因为利率 一般增加是5.5 我们这个是2.5% 所以可以节约3%的利息 而且是一年的利息 是吧 因为我们总共是 这个8亿元的 是吧 所以我节约的利息 就是用8亿 乘上一个5.5% 减去2.5% 是吧 这样可以得到 我们可以节约的利息了 我们再看第二份 他预计在转换期 公司的适应率 维持在20倍的水平 让你2010年的 每股收益算 上市盈利 我们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每股市价出 每股收益 他就和书上题 很像 只不过把它变成了 可转换债券 我们前面是 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就是我们 就是书上例题 是可分离交易可转债 那他考题变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 不可分离交易可转债了 是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告诉我们市盈率 要维持在20倍的左右 然后呢 又说如果B公司 希望可转换债券 进入转换期后 就能够实现转股 然后问你2010年的 净利润 以及增长率 这要达到多少 既然我们希望实现转股 那你的股票市价 至少得达到多少 至少你得超过 我们这个转 就是临界点吧 就这个转换价格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就用 这个临界点 试价20 试价10 这样我可以推出来 我的美股收益 是吧 那美股收益呢 至少就是 0.5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我可以推出来 我们这个 美股收益 这个指标 那就是 0.5 但是你看 他的提论 问的是 2010年的净利润 及其增长率 要达到多少 因为我们在 2010年是不可转换的 对吧 因为你可以看 他告诉我们说 是 我们能够进行转换的话 是在2011年 1月 就是1月25号 是他第一个 可转换的这个交易日 就等于说 1月25号之后 是吧 你才可以进行转换 所以因此在2010年的话 他实际上是不可转换的 他没有转换 对吧 他今天没有转换 那我们想一下 他的股数是多少呢 我们的股数 这个公司 他告诉我们 09年末的股数 是10亿股 然后就是 只是发了可转债 也没有发股票 所以他股数 还是10亿股 我们已经知道 每股收益是0.5了 那你总的净利润呢 那不就0.5 乘上一个股数呗 对吧 因为每股收益 指的是 净利润除以股数 净利润比上一个 我们的股数 现在我们也知道 它的股数 就是 这个10亿股 然后让你求一下净利润 所以我们的净利润呢 就像以 用股数 乘以每股收益 就是了 是吧 0.5乘上这个10亿 这样我可以得到 我的净利润是5个亿 那净利润是5个例 那你增长率 我们指的是和 和我们这个09年去比啊 那09年的净利润 告诉你说是4个亿 所以我们的增长率就简单了 那就用 我们的这个5个亿减去4个亿 除以4个亿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增长率了 是不是 这产有关这个第二问 是吧 还是利用这个市盈率 这个指标 而且它提示你就是 以2010年的每股收益算的嘛 那就是我们这个是 2010年的每股收益 那分子的市价 就是我们希望 它的这个股票市价 至少得达到多少 就是你要 最好是比净利润的 越高越好 那么临界点 那达到净利润 所以这样可以倒挤出 每股收益 是吧 进一步得到 我的净利润和增长率了 然后我们再看 它如果转换期内的股价 是8到9之间波动 面临什么呀 我们说你要想让它转换 一定是股票市价 得超过你的转换价格 我们转换价格是10块钱 对吧 人家约定好的转换价格 是每股10元 但你的市价呢 低于转换价格 那它不会转换 所以那这就会面临 将来你要到期 你要支付利息 到期还要还本 是不是 所以你要面临的 不能转换这种压力 会面临的有关这种 还债的 这样的分析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这个以往这个考题 实际上它和书上例子 相比的话呢 就是很像 是吧 要用到我们将来 第十章的指标 所以我们 其实将来学完第十章 你再来看这一题 就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先知道一下 什么叫市盈率 每股市价除每股收益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这个指标了 那么你就按照它这个 给的那个 有关我们的 你要想行权的最低的那个价格 就是我的市价了 然后市盈率也有了 那你的收益就好办了 是吧 那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三种 衍生工具筹字 就是优先股 我们谈优先股呢 在前面都介绍过了 这个优先指的是 它和普通股相比 是有两个优先的 一个呢 是优先分配股利 还有一个呢 是优先分配剩余财产 是吧 实际上就是我们是 比普通股股东 有两个优先 但是也正是由于呢 它是优先分股利 优先分配剩余财产 在管理权上 它是有限制的 它一般来说是没有表决权的 除非是涉及到 优先股股东的自身利益 或者一些重大的事项 一般来说优先股股东 它是没有这个表决权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优先股 它的这个基本性质 那么优先股呢 它实际上也是一种 混合性的证券 它一方面啊 类似于我们这个普通股 它没有到期日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有点类似于债券 它的股息是预先约定的 是吧 所以它是一个约定好的 这个股息 然后呢 第二个权力优先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 利润分配 财产清偿 它是有优先的 所以这没问题 第三个就是我们刚才讲 它的管理权是有限制的 它一般都没有这个投票选择权的啊 除非是在一些和优先股东自身利益 直接相关的一些事项啊 或者是重大的事项 它是有有限的表决签 是吧 是跟优先股东利益相关的那些 是有有限的这个表决签 我们可以看一道多选题 它问你优先股的优先权 包括什么 股力分配 没问题 剩余财产 也没问题 是吧 什么配股优先 这个不是的 我们其实 比如说公司要是 再次蒸发这个普通股的时候 是吧 那么配股 我们是针对原有的普通股股东的一个 这个所谓优先权 所以这个不是优先股的 你就记得我们是优先分股 优先分为剩余财产 是吧 表现权是有限制的 我们再来看一道判断 优先股的优先权 体现在剩余财产 清偿分配身上 居于债权人 它只是优先于什么呀 普通股股东 对吧 它还是排在 我们这个债权人之后的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优先股的总类 那我们教材呢 是从六个不同的角度 对优先股的进行分类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 就是按照股息率 它在股权的存续期内呢 是不是调整 可以分为固定股息率的优先股 和这个浮动股息率的优先股 那这个固定股息率 就是我们在存续期内是不做调整的 而浮动的话 它是要进行调整的 是吧 就可以根据规定的方法去做调整 那么第二个就是按照分红是不是具有强制性 所谓强制分红优先股是什么呢 就是在有可分配的税后利润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向优先股股东去分配利润的优先股 而这个非强制呢 就是即使有税后的利润 也可以不向优先股股股东去分配 是吧 所以这个强制分红和非强制指的是 有利润的时候 它要不要分 那就顾名思义强制分红 就是我们必须 有利润就必须得分 对吧 那么非强制的话 就有利润的话 如果公司考虑到 比如说发展的需要等等 也可以先不分 是吧 这就是谈的有关 这个第二种分类 按照分红是不是具有强制性 然后我们再看第三个按照所欠的股息 是不是能够累计 我们可以分为累计优先股和非累计 那累计优先股什么意思呢 就是假设我们这个公司 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是去年 它经营不太好 所以利润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只是 等于说我的这个 税后的利润 只分支付了一部分的优先股息 还欠着呢 那么在累计优先股 那我们今年有利润了 那你要把以前欠的优先股息要补足了 然后再发本年的 对吧 这要累计优先股 但是非累计优先股呢 就指的是啊 我们不管以前的 比如去年欠的那就欠了 那我今年只管今年的 是不是 我们再看第四个 按照是不是有权同普通股股东 一起参加剩余的税后利润分配 我们可以分为参与优先股和非参与 大家注意这个参与指的是 它是有权利和普通股股东 分享公司的剩余收益 就我不仅有固定股息 我还可以分享剩余的收益 那就非常优惠了 那么非参与优先股呢 就是只能是获取约定好的这个股息 我们是不会和普通股股东参与 剩余收益分配的 那么第五是按照是不是可以转换成普通股 我们可以分为可转换优先股 就是能够转换成普通股的优先股 那是可转换优先股 那不可转换就不能转换成普通股的 然后第六个呢 就是按照是不是享有 要求公司回购优先股的这种权利 就分为可回购优先股和不可回购 对吧 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按照 它是不是预先有约定好的 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赎回条款 是吧 就是如果我们是预先约定好 允许发行公司按照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发行价 加上一定的比例的补偿收益 我们可以回购的 是吧 我有这个赎回条款的 那么就是属于可回购优先股了 是吧 但是呢 这个发行人如果要想赎回优先股 必须是要把 以前所欠的股息都是要 给它支付的 是吧 那么不可回购 就是没有这个回购条款 那么这些分类呢 实际上大家首先要注意 他们各自的含义给了一个表述 我得知道是哪一种优先股 另外要注意一下 按照我国的这个优先股 试点管理办法呢 我们国家目前的优先股呢 它的面值都是100的 是吧 另外都是不可转换 就是不能转换为普通股优先股 此外是累计的 就是如果以前欠了优先股股东的股息 要补上的 对吧 非参与 就只能拿约定好的股息 是不能够和普通股股东 分享剩余收益的 另外按照我国的试点管理办法 优先股都是固定股息率优先股 那就预先约定好的股息的 而且是如果有税后利息 必须要分红的 是强制分配优先股 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结合例子来看啊 我们看一道单选题 它问你参与优先股东的参与 指的是优先股股东 按确定的股息率获得股息后 还能够按相应规定 与普通股股东一起参与 A呢说是剩余税后利润分配 那这个是对的 对吧 B呢说 认购公司蒸发新股 C是剩余财产清偿 B是公司经营决策 我们这个参与只是 有权利和普通股股东 参与剩余的税后利润分配 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是选择A 但是我们国家实际上 都是非参与优先股的 是吧 是不允许你参与 剩余税后利润的 我们再来看一道判断题 说某公司当前的 当年的可分配利润 不足以支付优先股 全部股息时 所欠的股息在以后年度 不予不发 那么这个优先股 属于非累积优先股 那这个是对的 是吧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说按照我国优先股的 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 上市公司公开发 优先股应当怎么样 我们说应该是 固定股息优先股 是吧 然后说在有可分配 税后认账下 必须向优先股 实际上是强制 分红优先股 也是对的 然后说对于累计优先股 没有向优先股股东 逐恶派发的差额部分 累到下一年度 对于非累计无需 因为它已经强调 是按照我国的规定了 实际上我们只允许累计 没有非累计的 所以这个就不对了 然后第一次优先股股东 按照约定的股息率 分配股息后 特有情况下 还可普通股参与 剩余分配 这是属于什么呀 我们谈的这个 就是所谓参与优先股 但是我们国家的 管理方法是要求 必须是非参与优先股 对吧 就是不能参与 剩余的利润分配 所以这个 C和D就不对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 对于优先股筹资的特点 那么优先股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书上给的 有关的优缺点的表述 那么优点呢 我们书上谈了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 它说有利于 吩咐资本市场的投资结构 就相当于是 我们为什么把 它为延伸呢 就是因为原来最基本的 就是普通股 还有这个债券 那它又延伸出来 是吧 有种混合性的筹资行为 所以它都是可以 包括我们说可转债啦 那么认股权证啊 等都是属于 吩咐资本市场的这种 投资的这样一种 投资方式 然后呢 第二个是有利于 股份公司 股权资本结构的调整 那么就是 我们的股权 可能除了普通股股东 还会出现优先股股东 第三个说 和普通股投资相比 有利于保障 普通股收益和控制权 因为我们知道优先股呢 它的这个管理权 是有限制的 一般来说 没有投票表决权 所以它可以保障 我们普通股股东的控制权 那么和负债投资相比呢 的话 我们知道负债啊 它的这个利息 实际上是固定的负担 而且哪怕你公司亏了 你也要付利息 但是优先股的股利 虽然固定 但有弹性 就如果我们公司 今年亏损了 或者利润不够了 我亏了我就不付了 利润不多 我就没有付权 我就可以只付一部分 是不是 它不像这个债券的利息 它是强制的 是一种硬性约束 所以相比较债券来说 它的财务风险是要低的 是吧 那么缺点呢 实际上也是 你看它 它的对比 它和负债相比 优先股的成本 是相比较债务高 然后和普通股相比呢 那它又会增加公司财务风险 所以其实这个书上这个表述 它的这个所谓优缺点 没有必要背 而是要注意考试 让你和谁比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前面谈到 基本筹资方式 我们可以什么呀 可以借债 比如说我们就以说 我们这个利用这个债务筹资 是吧 比如借款啦 发债券啊等等 是吧 利用债务的筹资方式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什么呢 发行优先股 此外我们也可以发什么呀 发普通股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对比一下啊 就是你要看是和谁比 其实考试对于筹资 我们最喜欢让你对比 就是一个是筹资分险的问题 财务分险的问题 一个就是你的资本成本的问题 我们如果从资本成本来说 是吧 如果从资本成本 债务筹资成本是最低的 因为债务的利息 税前列支可以抵税 是吧 所以我们债务筹资成本最低 优先股其次 普通股的成本是最高的 对吧 因为什么呢 我们知道资本成本 也是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既然资本成本是投资人要求的 必要报酬率 就是你想你要想成功的发行 比如说你要 比如说我要发债券 发债券的话 我就觉得我恨不得 这个债券利率低点 好对吧 那我付的代价小啊 但你想你要想成功的发债券 你必须得满足 投资人的最低要求啊 你利息率定的那么低 那可能没有人愿意买了 是不是 所以你一定要考虑 投资人的一个最低要求 所以我们谈到资本成本 这个在第五章会讲 但是我们现在先对比 那就是我们资本成本 实际上可以理解为 是投资人要求的 最低的这个必要报酬率 因为优先股的 投资人的风险小 因为你是优先分股利 优先分配剩余财产 那你投资人风险小 你要求的额外的 风险补偿就会少 是不是 所以从资本成本来说 优先股的成本 是低于我们普通股的成本的 是不是 那我们再来看 如果问一下你 从这个财务风险 或者说你筹资风险 财务风险 你把利润就是 有还本付息的压力 债务有固定的到期日 哪怕你亏了 你也要付利息 所以债务的风险 财务风险大于优先股的 优先股呢 有固定的股息负担 那相比较普通股 来说是大的 对吧 但优先股它没有还本之说 比债务的财务风险小 而且优先股 虽然股息固定 但是有弹性 是不是 所以它的实际上是居中的 然后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控制权的影响呢 我们知道债务筹资 它实际上是 不会分散你的控制权 对不对 不分散控制权 那优先股呢 它只是在什么呢 跟它的 就是自身利益 有影响的一些重大事项 它才有投票的 一般没有的 所以它 像普通股来说 它对我们的这个 控制权 它就会分散 那它实际上就是居中的 那它的影响会小 对不对 它影响会小一些 所以实际上考试 考我们就是考一个比较 对吧 所以在这里面也给大家强调了 就是说 投资风险 你从投资人考虑 投资股票没有固定股利 没有这个 还本之说 它与投资风险最大 对吧 而这个 优先股是居中的 优先股没有还本 但它有一个固定股息 优先分股 利优先分 升级产产产 而债券的话呢 它的投资风险 应该是从投资人来说 对吧 你到期还债 你还我本金 利息 你要给我支付 所以正因为它投资风险大 所以投资人要求的 额外的风险补偿高 所以资本成本 你看和投资风险同像 但是筹资风险 站在筹资人角度来说 我们谈的筹资风险 它是一种还本付息的压力 对于我们普通股筹资来说 利用这个筹资方式 不需要还本 没有固定利息负担 所以筹资风险是最小的 是不是 所以你要看它对比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一个单选题 你看我们以往的考验 说与普通股筹资相比 那你属于优先股筹资的优点 有利降低财务分析 应该是增大 你要是和普通股来比 优先股是有固定的股息负担的 所以这个说法了 对吧 然后比如说优先股息 可以抵减准的税 那这个实际上 你要按照我们现在 这个新的金融工具准则来说 优先股 你得看它具体的 它这个条款 它如果是属于这个 权益类的工具 那你的股息就是 税后利润支付 对不对 你要如果是处于 金融负债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实际上 我们说是不一定的 而且从我们国家目前来看 其实大部分优先股 都是权益类的工具 它都是税后支付股息的 所以这个很显然就不对了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 C说有利于保障 普通股股东的控制权 那这个是对的 因为优先股它的管理权 它实际上是有限制的 对吧 然后有利于减轻公司 现金支付的财务压力 你优先股的股力固定啊 哪怕你 这个今年利润不是特别多 那你也得要先考虑给 我们是强制分红 按照我们国家来看 对吧 强制分红 所以这也是说反了 这也不对了 所以只有C是正确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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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